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在阿联酋举行的短持游泳几秒赛 那么相对于游泳项目的比赛 大家也是非常关注作为表演嘉宾参加此次比赛的中国跳水队 那么中国跳水队的话,此次练兵的意味还是比较大的 像这个施听茂等绝对核心师都没有能够来到这里 那么也是考察一些边缘性的人物 当然了,全红禅的话肯定不是边缘性的人物 周济红只是希望能够让他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 尤其是面对不同的环境,如何去调整自己 比如说这次阿联酋阿布扎比的这个比赛 就是在室外进行一个真是跳海性质的比赛 所以说这样的经历,对于全红禅这样的年轻选手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别看全红禅14岁就拿到了东京奥运会的冠军 但是东京奥运会仅仅是他所参加的第一项世界顶级大的赛事 所以说目前对于全红禅来说还是要用比赛来积累经验的 那么同全红禅一起来到西亚阿布扎比的 有他的师姐91年出生的老将王涵 另外的还有两名男选手 分别是来自山西的李正和山东的廉俊杰 这其中其实廉俊杰和全红禅是备受瞩目和期待的 一来咱们前面说了王涵的话他的年龄是偏大的 可能不在下一个奥运周期之内 而李正的话名头上跟全红禅以及廉俊杰相比 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那原本大家会认为在十米台这个双人跳项目上 也就是今天全红禅所参加的最后一轮的比赛里边 将会让这个廉俊杰和全红禅去搭档的 那么在昨天的报名我们看到 最终搭档的是李正和这个全红禅 而是让廉俊杰单独参加了这个十米台的单人跳的比赛 这个多多少少是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的 毕竟咱们前面提到了 无论是从名气年龄还是这种过往所取得的荣誉上来看 让这个廉俊杰搭档这个全红禅 似乎是一个更加正确的决定 但是廉俊杰这个在自己的单人跳的比赛当中 是发挥失常跳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失误 最终仅仅六位裁判给他打出了38分的第一分 也正是由于他在前面挖的坑太大 导致在最后一跳 李正和全红禅两个人的发挥是非常完美 拿到了86分的高分 在所有的双人跳选手当中是排名第一的 但是因为李正在前面挖的坑太大 所以中国队不仅没有能够反超此前排名保守的巴西队 甚至还被身后的英国队给超了过去 最终在六轮比赛结束完之后 中国队的总分仅仅排在第三位 可以说是痛视冠军 应该说这场比赛 单纯看这次比赛的表现来看的话 那廉俊杰无疑成为中国跳水队 从金牌变成铜牌的这样一个最大的罪魁祸首 其实廉俊杰的话 说实话名头真不比全红禅小 甚至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之前 他的名头要高于全红禅的 因为我们知道李正是2017年和2019年 连续的一个双人十米版的一个混双冠军 所以说是连续两届世锦赛的冠军 但是即便是如此 他都没有能够通过选拔赛 获得去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机会 此前他被大家所诟病的 就是在某些关键性的比赛当中 往往心态会失衡发生重大的失误 而如今这一切又在这届比赛当中出现了 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正是因为炼俊杰挖坑挖的太大 导致全红禅和李正在最后一跳 领先第一名巴西选手16分的情况下 都没有能够把这个差距给挽回 反而还让我们从原本第二的位置掉到了第三 可以说炼俊杰无疑成为这个本次比赛 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数 所以这也就会提醒周济红 或许理论上让炼俊杰搭到这个全红禅 是一个非常看似合理的决定 就像咱们前面说的两个人年龄相仿 而且炼俊杰拿到的两个世锦赛冠军 都是在十米台混双跳台上拿到的 他跟女选手配合起来似乎也更有经验 但是每每到大赛关键时刻掉链子的炼俊杰 似乎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一个奥运会 或者是世锦赛上拖全红禅的后腿 所以说周济红可能要紧急出手 重新帮助这个全红禅 寻找一个新的合适的搭档 去冲击未来更高的一个高峰